大家好 我是白龍 疫情期間呢 我看到很多人都會去囤貨 大部分都會買泡麵跟罐頭 那雖然我們希望大家吃得健康一點 但我知道 你們是不是都想吃泡麵 疫情待在家裡 或者是半夜肚子餓 也會有非常非常想吃泡麵的時候 所以今天呢 會介紹 該怎麼讓你的泡麵美味升級以外 健康也升級 好 今天準備了五款的泡麵 有素飄香的麻辣湯 水源跟熱浪島合作的泰式酸辣湯麵 我們最愛的泰麵 這次準備的是綠咖哩 另外呢 我還發現 在架子上有兩款 五辛素可以吃的 就是辛拉麵 我今天買了它的原味跟吉辛口味的 官方有說他們只有五辛 所以吃五辛的可以吃 大家有發現這幾個泡麵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嗎 沒錯 今天我們要介紹一個 夠為跟發明的獨家泡麵的吃法 這種吃法呢 就叫做豆乳麻辣泡麵 如果一直有追蹤我們頻道的 應該會發現 我們之前在香蕉那集 還有之前慢慢介紹超商的那一隻 其實我們都有用那個料理方式 想說疫情來了 我們要好好的 專門做一集 來介紹這個吃法 用豆漿加到我們 只要是有辣的口味泡麵 基本上都會變得非常好吃 幫大家試吃一下這幾款泡麵 哪一個最好的事 好 現在來到我們的防疫小廚房 就算你平常不下廚 多少會煮一兩道菜 要慢慢熟悉的地方 多加菜 我們準備的食材有香菇 玉米 其他綠色新鮮蔬菜都可以 我們要幫我們的泡麵加豆漿 這是我們靈魂的食材 好 那我們就開始料理吧 好 我待會會用豆漿直接開始煮旁邊 我這裡水跟豆漿比例試試看二比 然後煮出來看會不會剛剛好 豆乳麻辣泡麵 都做好了 全部都不是原版的 都是有加豆漿的 我們先來吃一下 吉辛拉麵 我先來吃一下 哇 這個已經離開起來了 這是大家最期待的 泡完泡麵 吃下去的那一刻 我發現用煮的快煮麵 它比較會吸湯汁耶 好像是甚麼類似那種 會麵啊 大阪燒啊那種的 滿辣的 應該有六幾喔 六七幾 六七幾辣 -兩分是多少的? 一百 十分啦 你說廢話 我發現用辣的配豆乳都很搭耶 你不會覺得很突兀 好 等一下我要喝 喝東西 好 來吃第二個 這是泰麵 完蛋了 我現在嘴巴整個是辣的 我應該那個 白醉好了 -你會弄醬嗎?-然後泰麵超有貴一點的耶 我真的一吃就知道 有差耶 這個裡面就是有很精緻的味道 你可以吃到那個檸檬葉 香茅 好讚喔這個 原本以為加豆漿會不會不大 其實還滿大的耶 我覺得 這是菜麵裡面原本的辣包 可是它很辣 所以 我覺得等一下好了 我今天會排1 2 3 4名這樣子 泰式酸辣湯麵 麵不需要丟下去煮 所以把豆漿跟那個料一起煮完之後 再把它加進去這碗裡面 就吃起來好像那個初戀的感覺 -因為酸辣辣 它是偶爾給你酸一下 偶爾給你酸一下 沒有跟豆漿完全融合在一起 我剛剛忘記加了 放在旁邊 難怪好像不怎麼辣耶 不好意思x2 我還是忘了加辣油包 這個顏色才對啦 它顏色粉紅粉紅的耶 重新品嘗米 初戀的感覺 哇 好香喔 這個麵體啊 就很像雞絲麵 它很細 它跟一般泡麵的那個麵體的 細緻程度都不一樣 我分不出來排名耶 都很好吃耶 最後一個 我們來吃素飄香 麻辣湯 這個是最初最初 豆乳麻辣泡麵的初戴就是這一碗 吃吃一碗 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樣 完全純的麻辣湯 麻的味道一點點 我覺得這個就是吃純粹的麻辣味跟豆乳味 它味道比較單一一點 回鍋 品嘗一下加辣粉的那個綠咖哩 加一米糕 -這個辣粉超辣的 這個是很可怕的東西 可以不用一次吃完喔 那把那個辣包留著 你之後在家裡要煮東西的時候 想加辣就加一點點 好多的排名喔 我要把這四個做一下排名 我覺得最好吃的就是... 水源跟熱烂湯合作的 泰式酸辣湯麵 這個我第一名 它很有層次耶 不會一直從頭酸到底 它偶爾酸一下 偶爾酸一下 而且它的辣我覺得也滿溫和的 所以我會把它排在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麻辣湯 其實跟辛拉麵有點不相上下 因為這兩個反而可以讓辣味跟突顯出來 Guardi跟泰式酸辣比較可惜 所以我沒有吃到太多豆乳的味道 豆乳味道沒有加乘的效果 原本的味道比較明顯 第二名是辛拉麵 辛拉麵我第二名 哈哈哈哈 這已經泡太爛了吧 第二名是泰麵綠咖哩 可是它本身的那個醬包 就已經很厲害了 再加上豆乳 如虎添翼 第三名 麻辣湯 然後第四名 辛拉麵 就這樣 好 我們這季影片要拍到這邊 吃完泡麵就會想耍廢 所以泡麵不要吃太多 耍廢的意思啊 天啊 真的有在看嗎 疫情期間呢 就... 大家沒事還是多吃新鮮的蔬果啦 真的是每都喜歡的時候再來跑啦 今天分享這個方法給大家 嘗試一下 有什麼新的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講 那我們這集影片就拍到這邊 當然會太多了嗎 還有吧 媽媽就很費力氣 好 掰掰